大家好 大家好 我想今天介绍一下 面试的时候 面试有很多种类的面试 就是叫工作的面试 上班之后上身换个职位的时候的面试 有各种各样的面试 商务面试就是在企业面试的时候的注意点 不好意思我的汉语 希望大家都能听懂我尽量 自我介绍的时候 很多很多人说练习 一生懸命非常非常努力的练习 我从1996年出生 从什么什么时候来日本 几年的时候来日本毕业 然后我的专业是什么什么 我打过这样的打工 这些东西一看就看到了 简历 都是在写的 所以面试的时间很限制 这个说的意思 根本没有考虑 面试官的这些人的时间 他们也是很忙 不想浪费时间 疫苗也是不想浪费 那应该怎么说呢 今天想介绍三个事件 尽量不用说 尽量不用说 除非他们问 可以回答 一个就是 简历上写的简单内容 就不用重复 不用再说 不用再说 反过来现在很多人就练习 所以这个不用说 第二个 简单的很谦的 就是几乎都是撒谎的爱好 比如说 私の趣味は料理です 料理です 谁都说 谁都做饭 料理です 谁都做饭 那这个没有意思 而且很经常经常 不连这个你想做的行业 所以这个趣味的话 不用说做饭 料理です 或者是看动漫 这个实际上很好的爱好 但是很多很多公司的人事员 在公司场合 还是现在没有达到这个程度 还是觉得动漫是比较小孩子看的 或者是学习的 学习不太一样 现在没到那么长度 十年之后 二十年之后 因为我们实际上通过 アニメ动漫 学了很多很多 他们的继续 非常的了不起 但是2020年 2023年 我觉得有点太早了 所以アニメです 日本のドラマです 这些最后就不用说了 我觉得 除非你的那个 找工作的行业 就是 アニメ制造公司之类的 但是呢 不管是 アニメ制造公司之类的 不能简单的说 アニメです アニメ的哪个部分 什么技术呢 主题的 要说一下 所以太简单的 アニメです 就是不要说 太小孩气 小孩一样 那第三个最后不用说的内容 是 这个是什么 当然 当然 不用说 什么 那个国家的这个事情 怎么 你怎么觉得什么 比如说现在的话吧 各个世界什么 发生了很多事情 每次每次 发生什么事情 这个世界很大 那个地方发生什么事情 那个地方发生什么事情 那这个政治 还有聪教 这方面 你怎么想这个 不用说 但是 但是有可能 有可能 他们感觉不到 这个和政治没有关系 现在 今天早上看这个新闻 突然发生这个新闻 你们是怎么想呢 好 这个 尽量 尽量 就是 啊 就是不用说 还有一个就是 如果要问这件事情的 公司 但是我觉得也不是很好的人才 因为他们也不考虑 因为互相尊重 现在面试官也尊重大家 大家也尊重他们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 等于不尊重 或者是他们的水平没达到 应该避开的内容 他们没了解 所以 政治和宗教 这些事情 有可能 感觉不到 但就是感觉不到 可能 会说出来 啊 发生了这个情况 怎么办 这些三个 再说一遍 简历 就是 我大师挖 什么什么地方出来 然后 就是 很浅的爱好 然后呢 就是政治宗教 那应该怎么说好呢 这个 内容 应该说的内容 我就是下一个 视频 我想再介绍一下 但是呢 简单的说 如果 就是第一个 我是什么时候来 日本 已经都六年了 六年 日本人 然后呢 不用说 他们一看就知道 那怎么说呢 这个通过六年 我就是 这么有变化 通过日语 通过跟日本人的交流 我这么变化了 都这么变了 这个事情 日本人想 特别想了解 你去接触 跟日本人接触之后 有没有什么 自己内部 有没有什么变化 很重要 所以并不是 几年你在日本 这个很不重要 很 就是浪费时间 从哪里来的 也是很 不是很重要 家里人有什么 什么 因为日本人的 家里人的关系 中国人的 家里人的关系 可能就是有点 不太一样 还有就是 如果爱好的话 我用在别的视频里面 尽量有个爱好 爱好 通过这些爱好 可以展示 他们会了解 你这个 性格 就是做人 看到了 你这个 是什么样的人 夜有时间 做什么 就是 这个很难 弱自己的这个 性格 什么的 工作 生活方式 比如说 爬山 相机 这些 可以的 比较专业的 比较就是 比较深的 爬山 也是很累 但是呢 通过这个 爬山很累的 我就是能感觉到 或者是 这些坚持 这个 能用上工作 工作的时候 能用上的 这些精神 包含这些精神的 这个爱好的话 我觉得 非常有用 他们会要的 这样的人在 这些商务面试 当然是每个行业不一样 娱乐方面 行业 或者是 IT行业的话 有可能不是非常重要 就是 你是什么样的人 就是 娱乐行业的话 可能是 爱好 或者是 你是很开心的 这些 可能 更不一样的 展示最近的方式 这个 我现在介绍 这是普通的 传统 稍微传统的公司 或者是 出售企业 稍微 规模 不大 稍微少一点的 规模的公司 因为这样的人 这样的公司 传统的 还是 不需要冒风险的 有种不同的人 或者是 比较特殊的人 稍微保守 但是做人做好的 认真的 虽然是世界 不鼓励 是跟别人一样 但是 实际上 特别跟别人 不一样的人 在 还是他们不知道 怎么用 然后 下一个阵子 什么 宗教的事件 你们 大家都 已经都知道 这个避开 但是我怕的 就是什么 感觉不到这个话题 最后就是这个话题 是那种 不知不觉中 我被问了 他们问我了 然后我就落了 什么什么什么的 所以要慎重一点 友好和平 学语言很痛苦 因为呢 学语言的话 我们两个文化的中间 两个可能是宗教的中间 或者两个政治的中间 很痛苦 有的时候好 有的时候不好 这些和我们没有关系 我们也控制不了 以前我们就 足球的时候 足球非常厉害 世界杯举办的时候 巴西的那个葡萄 葡萄牙语的翻译 特别受到翻译 他们的工资特别高 日本鼓励去学这个语言 那结果呢 几年之后 就不需要了 他们没有工作了 现在一直到现在很困难 所以不管是政治 就是一段的这个旅行 我们非常语言人才 非常的受影响 我是不是语言人才 但是你是跨国工作的话 肯定会受影响 所以呢 我们越年轻 可能越敏感 会容易感觉很不高兴 或者是很受伤害 但是不要 不要是这样 我们从我们开始 就是原谅大家的精神 因为很多人很多人都不知道的 像我们跨国的 跨国文化 经常交流的 还是在日本 特别是在日本 还是少许的 所以大家就宽容一点 然后呢 不管怎么样 就是不要忘记笑容 笑容也是一种最好的讲述自己 然后就是喜欢的那个 啊 合情可爱 对自己周围的人 合情可爱的态度来对待 我觉得日本人会喜欢你的 不管是日本人 周围的人会喜欢大家的 喜不喜欢无所谓 但是呢 人际关系还是重要 如果没有关系 往后呢 机器人会代替你的工作 那机器人呢 LOT 就是Internet or something 越来越发展的时代 越重要 这些人的关系是越重要 我们做人是越重要 翻译也是呢 翻译的软件 越来越发展 不需要人了 不对 他们不会理解对象的心情 目前 可能会 往后会的 但是目前我觉得 这十年之内 不会的 但是我们人 看到了对方的表情 或者是口气 或者是语调 我们能感觉到了 所以我们就是做人 越来越重要 好 有点最后说了 不懂的话题 不懂 不懂 还有最后 忘记 什么什么 と申します 什么什么 と申します 第一次见的时候 用 北村 中村 大 鈴木 就可以 可以的 这个是面试的时候 と申します 当然第一次见面 但是呢 已经我在公司上班 很长时间 然后今天 公司内部有个面试 因为我要当个主任 或者是要上身 上身 这个时候不需要 都申します 因为已经大家都知道 都申します 不是禁语 什么时候都表示礼貌 这是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用 所以大家请不要无解 都申します 用法 还有一个 可能这样一百个人 几个人用 私是开始的 请大家 希望大家 越来越地道 越来越地道 越来越提高 北村上午日语 今天到这里 谢谢大家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谢谢大家